昨晚我們有故事說到 蛇雜就通過電話幫新玉君做了一次催眠 他得出了一個結論 新玉君並沒有任何的精神疾病 他是被另外一個人控制住了 他在電話裡跟我說話 我還未徹底搞清楚究竟是怎樣一回事 但是就有一個人突然衝進了新玉君的臥室 打斷了我的催眠 我在電話的另一邊問話 是不是他媽媽 不像 我在電話裡聽到這個人的聲音很年輕 但是他對新玉君的態度很嚴厲 他喝新玉君說 你在做什麼?快去睡覺 然後 新玉君就從催眠狀態當中醒了 把我的電話吸斷了 那個人 那個人是他的表姐 我不知道為什麼 打了個冷陣 在最近這個月的時間裡 我變得很忙 我每天都陷入了繁忙的事務當中 這一天 我稍微有空一點 我就想起 很久都沒有趙小熙的消息了 於是我給他一個電話 在電話裡我問他說 怎麼樣?蛇老師幫你做的催眠效果怎麼樣? 趙小熙很冷很硬地說話 一般一般 一般一般? 我覺得他說話的口氣有點不太妥 趙小熙說 我覺得他這個人 嗯 總是有點怪的 怪? 怎麼怪啊? 唉 其實都 嘖 沒什麼 嘖 嗯 我不知道怎麼說 但無論如何 謝謝你 有心 不說了 我還有事情做 再見 接著他吸斷了個電話 我想了很久 我都想不明白他說的怪 究竟是什麼意思 又過了一段時間 我約了新育君的媽媽在一間茶樓見面 她是一個很乾淨很麒麗的白夜婆 我約她見面其實是想聊一聊新育君的 一提起阿君 老人家的面上就出現了一絲的愁 她說 那個臭妹一年前 還好地地的 不知做什麼 突然之間就變成了現在這個樣子了 我問她說 她是不是有個表姐的 她的表姐叫什麼名字 老人家吵了一下 她想不到我會問起表姐的事情 她說 她的名字叫無果 她一直住在你們家裡 是啊 她爸爸媽媽很早就過了生 這幾年就一直在我家裡住 怎麼樣?有什麼問題? 沒有什麼問題 我的意思是 她幫你照顧阿君照顧得多好 我都指望她 她表姐還沒結婚嗎? 還沒 是啊 我之前聽說她有個男朋友 兩個人糖刺豆的很好 但是就要在結婚的時候 那個男生突然變成了植物人 那阿果她 再也沒有找另一個拖友 又再沒有結婚了 植物人? 她男朋友為什麼突然變成植物人? 嘿 沒有人說得清楚是什麼一回事 又沒有跌倒又沒有碰倒 睡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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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睡成了植物人 沒有醒來 她顯然更加關心她的女兒的病 喝了一口茶 繼續問話 怎麼樣? 我們阿君的病 還有沒有希望 我說 你不要這麼愁 我相信她一定會康復 离开新玉军的妈妈之后 我决定找表姐无果 聊聊天 我和她毕竟不是那么熟 直接约她不是那么方便 我打了个电话 约新玉军过来 约了新玉军过来 就是约了无果过来 他们两个当中有一个 是另一个的影 新玉军敲开我家的门的时候 我发现无果果不其宴 又出现了在楼下花壇前面 我将新玉军请出到家后说话 你等一会 我出去一下 半个小时后回来 新玉军很警惕她说 你去做什么 我说 我去见另外一个更加重要的人 关不关我事的 关你事的 那你去吧 我落到楼下 一步步走近那个表姐 今天的天气很好 阳光灿烂 表姐似乎突然之间 意识到了什么 眼光光地望着我 我向她很有善地笑了一下 然后停在她面前 我还没开声 表姐无果 才问我说 是不是我表妹有什么问题 我突然之间说 你很聪明催眠术的吧 她望着一下楼上我家屋的窗门 突然之间笑了 有什么大惊小怪 你什么时候学的 一年之前呢 你干嘛要学她 因为催眠术在现在的社会 不是催眠术那么简单 它是一种武器 我有了她 就可以用她来进攻 就可以用她来智慧 当有人想在暗处控制你的时候 我不想被她控制 我就可以先下手为强 控制回她 我有点害怕 但是我扮作很轻松地笑了一下 我说 是吗 我在学催眠术之前 亦都是被人催眠过一次的 看来我们两个都挺似的 是啊 我们挺似的 说时说了 想控制你那个 是谁啊 蛇杂咒 这个答案在我预料之中 但是我还是凶了一下 之前 我一向都很反感催眠术的 我永远都不想体验 那种感觉 但是 蛇杂咒 他 他催眠了我 他一路都控制住我 我变成了他的玩偶 我变成了他的奴隶 在那个时候 蛇杂咒在报纸上刊登了一份启示 招聘助手 找事做的人很多 无果排在最后一个 轮到他的时候 大家都下班了 他把资料递了上去 接受如杂咒的面试 当时 天边挂着一颗 好像血那么红的落日 蛇杂咒的办公室里面 很安静 蛇杂咒很温柔地说话 毛小姐 那间房里面也有几张椅 蛇杂咒问 在左边的那间房里面 有三张椅 还是四张椅 无果想了一下说 三张啊 蛇杂咒了下头 又问说 左边那间房的窗帘 是淡绿色 还是深绿色啊 无果话 深绿色 左边那间房 有两个窗 还是三个窗啊 两个 答完之后 他又看了一下 那幅画 发现左边那间房 里面有两张椅 窗帘是蓝色 有一个窗 也就是说 他的答案 全部都错了 无果这个时候 觉得有点疯了 蛇杂咒又 拿出了一张白纸 白纸上面 画着两个圆圈 罩眼看好像是一样大 但在圆圈里面 分别写着两个字 一个是十二 一个是十四 蛇杂咒问话 是左边那个圆圈大一点 还是右边那个圆圈大一点啊 无果明啊 刚才蛇杂咒一直读到 误导自己 他的说话当中 有另外一种的暗示 他接受这个暗示就错了 于是今次他不想接受 蛇杂咒的暗示 他答话 这两个圆圈 一样大 测试完了 他接过那两张纸看一下 他发觉 实际上左边那个 的而且确是大一点 蛇杂咒笑了 他说 把你的电话留给我吧 你先回去 有消息 我就会通知你了 无果走出品室 他觉得 唉 这份工一定轮不到自己了 他很嘴唆 但是 偏偏就在第二天 他接到了蛇杂咒的电话 蛇杂咒通知他说 你现在 正式成为了我的助手了 明天 你就来上班了 无果这个时候很开心啊 他发誓 一定要做好这份工 第一天上班了 诊所的全部人都要加班了 昔着晚饭 蛇杂咒打电话 叫无果来到他办公室 说要他熟悉一下患者的病历卡 无果过来 他发现 蛇杂咒的办公室里面 全部都遮住窗帘 开了灯 但是灯光很幽闷 蛇杂咒坐在他那张洗洗的办公台后面 笑口吟吟地在等着他 蛇杂咒说 你过来啊 无果走过去问 蛇老师 那些病历卡在哪里啊 蛇杂咒举起手窗的一搭卡片说 来 你坐下啊 无果没想那么多 就坐在他身边 蛇杂咒说 现在 你听我读这些卡片 然后 一个一个 寄在你的大哥里面 为什么啊 这个就是你份工啊 无果不再问了 他见到 这些卡片上的字很奇怪 开头的字 很大 越向下 越小 小到最后 几乎就看不清 蛇杂咒指着其中的一张卡片 用一种 很枯燥的声音 说 这个 是十八号患者的情况 他的病是十八号患者的痴睡 天一刻他就会觉得很睏 很睏 很睏 他怎么都抵挡不了 抵挡不了啊 好睏 越来越睏 抵挡不了 蛇杂咒的声音 暗暗沉沉 直到像念经一样 而卡片上的字都越来越小 无果越看就觉得越累啊 这个 是十七号患者的情况 他经常都会觉得很累啊 其实完全是精神的作用来的 但是他每次一病发 就会觉得全身的骨头都散光了 散光了啊 好累啊 散光了 蛇杂咒的手指又白又小 在卡片上面慢慢向下滑下去 同时他的口里面 还暗暗沉沉 说个不停 卡片下面的字 小到就好像一粒米一样 看不清啊 蛇杂咒继续说 这个 是十六号患者的情况 他的问题仍然都是 常常会中眼睡 特别 在他和上司一起加班的时候 他就会觉得 整个人都 纷纷沉沉 意识模糊 完全想不到东西 什么都不想 什么都想不到 不想 无果这个时候 已经看不清卡片上面的字了 他也都觉得自己好累 好眼睡 什么都想不到 他就来睡着了 其实在内心深处他是觉得很惭愧的 因为他觉得自己现在更加像一个患者 他简直没有资格做蛇杂咒的助手 于是他强打精神 听蛇杂咒继续说下去 但是心里面就很期盼 可以快点结束 这些这么无聊的工作 蛇杂咒说 这个 是十五号患者的情况 他接受不了声音的刺激 他很害怕 很声 那怕是小声 他醒到不行 于是他需要一个很安静的环境 一定是很安静 一点声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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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蛇杂咒的声音就好像武器一样慢慢变形 他开始针对起无果起身 蛇杂咒说 蛇杂咒说 我知道 你现在很晚睡 好累 好晚睡 那不如睡吧 好吗 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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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蛇杂咒说 蛇杂咒跟着下来的说话 就越来越不符合逻辑了 他说 温暖的妈妈在婴儿的外面唱着歌谣 透明的婴儿在妈妈里面安长地熟睡 遥远的海洋在这里均婴地涌动 海浪来啦 海浪去啦 海浪来啦 海浪去啦 海浪来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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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果觉得那些海浪 直到就好像在他身上涌动那样 来了 去了 去了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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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了 而在仿仿忽忽忽之间 他似乎见到在黑暗的海浪里面 有一块很肉酸的面 同时也都伴随着海浪 来了 去了 来了 去了 无果开始害 他很害怕 他害怕到极致 但是但是他怎么都醒不回 不知道过了多久 他出之醒了 他觉得自己好像 好像睡了个眼觉 时间应该在 不知道过了多久 他出之醒了 他觉得自己就好像 刚刚睡醒个眼觉 似乎是很短的时间 而是杂周呢 还在昏暗的灯光之下 读那些枯草的卡片 但是他总是觉得有什么不妥 很不妥 蛇杂周突然之间 顶回面看着他说 怎么样 你都几清楚了没有 无果将注意力重新集中起床 他说 蛇老师 不行 我好累啊 可不可以明天继续啊 蛇杂周想了一段时间 他说 这样啊 那好吧 你回去休息吧 从那时之后 蛇杂周经常都要读那些卡片给他听 他好疑惑 难道这个就是助手的全部的工作 而且他经常都会在蛇杂周身边睡着 经常都会见到黑暗的海洋 经常都会见到那块时远时近的 好真灵的面孔 这个梦 好长 好长啊 不过每次无果醒番 又会觉得刚才只不过是中了个眼睛 他每次清醒之后 都见到蛇杂周还坐在那里读卡片 那个期间 他一直都失魂落泊 但是他并不知道 在另外一个黑暗的世界里面 他已经成为了蛇杂周的 性奴隶 无果将他之前的经历 讲了给我听 他讲的是不是真话 究竟蛇杂周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明晚我们继续讲故事 明晚安 明晚安